2004年由王光美牵头刘源亲自组织 将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后代亲属聚集在一起 举办了一场历史性的聚会 可现场除了毛刘两家人之外 还出现了一位外星人 王光美是她亲如姐妹 黎米里纳对她敬重有加 她就是刘家赵姥姥赵淑君 明明只是身份低微的保姆 却被整个刘家奉为功臣 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欢迎百度搜索毛刘聚会 了解更多历史细节 点个三连马上开讲 1958年民兵队长兼任妇女主任的赵淑君 接到组织上的一项任命 去刘少奇家中做保姆 帮助王光美照顾几个孩子 从一个底层的农村妇女 变成领导人家的保姆 这让只会干粗活的赵淑君 一时间无法适应 而作为刘家的女主任 王光美也意识到了赵淑君的不自在 别看王光美出身好文化高 但是在她身上 却从来没有大家归秀的讲究 更没有领导人夫人的架子 为了缓解赵淑君的思想包袱 王光美不仅在语言上宽慰她 还常常带她听京剧和音乐会 赵淑君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 她一边搏忘自己身为保姆的本分 一边与刘家人建立起了超越工作的感情 67年王光美被关押 69年刘少奇汗淑去世 家中两位顶梁柱接连倒下 孩子们也四散分离 多亏保姆赵淑君挺身而出 带走了家中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在刘家受难的十几年里 赵淑君一边打工赚钱 一边将孩子抚养长大 而她也成了刘家子女唯一的相据点 直到78年王光美出狱 经过多方打听 才找到了赵淑君和女儿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 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反而成了赵淑君与王光美 最弥足珍贵的见证 生活恢复正常后 王光美将赵淑君这位功臣 重新迎回家中 不仅赋予她家中的财政大权 还让孩子们称呼她为赵姥姥 从此亲如一家 不光是刘家子女 连毛主席的女儿李乐 也曾受到过赵姥姥的照顾 1976年毛主席去世 李乐一边拖着病重的身体艰难度日 一边又要忍受离婚后 独自抚养儿子的压力 生活很是窘迫 王光美得知后 立即和赵姥姥找到了李乐 帮她安家做家务 度过了最困难的关头 在听说李乐与王景卿结婚后 两位老人更是由衷的喜悦 对于当时的李乐而言 两位老人的无私帮助 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份恩情值得她铭记一生 王光美去世后 赵姥姥深受打击 眼含热泪的送走了这位女主人 老姐妹 按理说子女们早已各自成家 王光美这一走 赵姥姥也没了继续留在刘家的必要 可为了照顾赵姥姥 刘家子女以赵淑君在家多年 最熟悉家里事务 请她来打理家庭展览馆为由 依旧将她侍奉在家中 直到2021年赵淑君离世 或许保姆与很多人而言 不过是一种职业 一种关系 但对于刘家上下而言 在刘家做了50年保姆的赵淑君 是恩人 更是亲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留言 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